这种一直战力打就好像十字枯 十字枯 一十字枯 成功了 成功了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场 战务力早期的一场比赛 他是第一次打综合格斗 虽然说是胜利了 但是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 第一次打这种比赛 上海还是有点紧张 感觉心跳很快 碰碰碰的 我给自己打大概70岁 还不是太好 把我自己平时所学的一些 这些技术发挥到更好 更漂亮的比赛 展现给大家吧 这场比赛 张伟力他的对手是吴树霞 年龄仅仅只有20岁 身高是1米78 然后足足比张伟力高出15厘米 差距真的是非常大 吴树霞被称为是六边形战士 两人打的是综合格斗规则 其实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有意义 这场比赛也是张伟力 第一次打综合格斗 打MMA 张伟力他的年龄是23岁 身高是1米63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张伟力 他是非常的水灵 好的我们看一下比赛现场 这个穿红色短裤的 个子非常高的就是吴树霞 其实他这个身高1米78 个子真的是非常的高 他的这个身高 比我们很多男性身高都要高 好的联系的重拳 身高B站 在这个比赛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现在张伟力他是想把对手 拖到地面当中 但是没有成功 好的 这是把对手拖到地面 拖到地面当中 然后可能是张伟力觉得 就是打战略的话 没有任何的优势 张伟力他是练习三大出身 期间有受伤 所以说他是选择当健身房的一个前台 一个偶然机会 被博洛发现 然后介绍给了蔡学军 如果张伟力没有对梦想的坚持 可能他都不会成为UFC的世界冠军 现在他是成为了 UFC的女子曹林级冠军 全世界的人民对他都是非常的喜欢 现在张伟力他是在联系巴西柔树 他应该是成代 李锦亮 他是巴西柔树的黑带 好的 张伟力他的身高 确实不算太高 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 会更完美一些 可以看到张伟力他的风格 跟现在是非常的相像 他是硬碰硬的打法 好的 又是个下践包摔 成功把对手拖到地面 连续的杂拳进攻 哦十字顾 十字顾 非常漂亮 非常快的拍手认输 如果不拍的话 可能那条哥伙都废了 张比赛 张伟力赢的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彩的回放 这个十字顾用的是一击合成 其实我们中国选手打综合格斗 很多选手地面就是他们的短板 但是现在张伟力也是 特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不管是战力地面 都是非常的强悍 祝贺张伟力赢得比赛胜利 也希望他在UFC能够拿到 赢量级的世界冠军 看其他相机里面 请参 occurs 应该